在本周周末的时刻 俄罗斯总统普丁宣布 恢复对于德国的天然气 北溪一号的供应差不多50%左右 在此之前因为他说北溪一号需要维修 它的涡轮机是生产于加拿大 加拿大基于美国给它的命令 拒绝把涡轮机交给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说这不是我的错 我是一个可信赖的提供天然气的供应厂商 是加拿大背格了你德国 使你德国会没有天然气 这当然使全欧洲就进入了非常严重的 天然气的恐慌里头 因为全欧洲有40%左右的天然气 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虽然最近很多国家开始分散各种的来源 但是对欧洲来说 真正的挑战会是今年的冬天 俄罗斯最终在周末的时候宣布恢复供应 欧洲暂时喘一口气 可是这个危机真的结束了吗 没有人知道 最悲哀的是各个国家都恢复生产煤炭 而这刚好是欧洲热浪警告全球暖化的时刻 当俄罗斯随时可能停断欧洲各国天然气时 顿时这场战争溢出乌克兰变成全欧洲的能源战争危机 威胁热浪中的每一个欧洲人 衰退中的每一家欧洲企业 寒冬时每一位平民的死国 普丁决定反击欧洲各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他狠狠抓住了要害 而各国为了不断电把气候正义扔入大西洋 大西洋洋流的异常也带给英国西南欧百年的热浪 欧洲联盟发现自己掉入陷阱 目前一方面无道德的烧煤 另一方面努力寻找替代天然气来源 避免今年寒冬断电 欧盟有40%的天然气供应 仰来俄罗斯 如今包括丹麦 荷兰 波兰 保加利亚和芬兰已被切断 意大利 法国 捷克和德国的供应量已减少 为解决能源供应竞争 德国将重启16座化石燃料发电厂 并延长另外11座发电厂的运行寿命 在乌克兰战争之前 德国计划逐步退出煤炭发电 较少污染的吴烟煤自2016年至2020年 进口量已降至约五成 总理梅克尔下台前曾表示 当代政治领袖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就是气候正义 但乌克兰战争旗指引起通膨 经济衰退 它使欧洲自京都议定输以来 在气候变迁上的努力几乎功亏一篑 根据德国政府的最新规划 电网储备系统煤炭电厂 今年将增加月4.3G的装机容量 但即使煤炭使用量大幅上升 今天的煤炭也不是昔日的价格 国际煤炭价格已从去年初的 每吨60美元飙升至现在 每吨约400美元 发电厂企业成本因此大增 眼下对下一代可居住于地球的承诺 已比不上俄乌战争 尤其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机 不止德国 法国总统马克宏 虽然也曾承诺将在今年年内 关闭法国的煤电厂 但目前也在为重启燃煤电厂 制定路线 奥地利同样也重启境内的 最后一家煤电厂 至于意大利和荷兰 则取消对燃煤电厂的部分限制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能源政策已失去方向 俄罗斯断气危机 使欧洲重新回到燃煤时代 作为世界十大煤炭生产国之一的南非 今年以来对欧洲煤炭出口直线上升 另外是核能政策的翻转 2011年日本发生辅导核电厂危机 德国因此决定逐步废核 同时兴建北溪二号 向俄罗斯购买更多天然气 但现在俄罗斯变成比核能更危险的敌人 德国经济部18日表示 原定于年内退役的现存三座核电站 可能需要延期退役继续运作 法国政府也宣布将支付97亿欧元 买下法国电力公司股份 希望通过这项收购协议 能在欧洲大陆能源危机时 不受地缘政治局势 自由经营这家全欧最大的核电运营商 这或许已是各国能够想到 在短期应对危机的方法 在后来问题已经不是烧煤 而是回到中古世纪砍述烧财 因为煤炭的价格比去年上涨了两倍之多 波兰本就是比较贫穷的国家 波兰西部郊区农民正用最原始的方式自理酒机 自己收集木材 还是要向当地的林业部门支付 每立方公尺15元波兰币的费用 但对比用买的需要150元的价格 自然是便宜多了 根据林业部门的统计 今年上半年售出的木材 比去年多了30% 至于原本欧洲最富裕的德国呢 面对热浪 德国经济能源部长要求民众 以实质行动来节点 德国经济技能源部长哈伯克说 如果到了冬天 能源供应仍然不足 某些行业将不得不被迫关闭 他呼吁国人要重视节点 我认为三点从我们认识的认识 第一个是 我们会重新的货币 从阿尔沙至欧盟 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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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非常重要的 货币 给予欧盟 现在的8 B.C.M. 业部门 基于美国 中东 地中海等国家和地区签订天然气供应协定后 欧盟也与亚塞拜然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至二零二七年 向欧盟输器将达到每年不低于两百亿立方米 欧洲真的能在短期内找到充足的能源取代俄罗斯吗 答案是No 各国在窘迫中希望俄罗斯能成为可靠的天然气提供者 但又觉得这个赌注太大 太危险 于是挖东补西 今年的欧洲如战地春梦中的名言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愿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整体 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 不要以为桑中为谁而名 他就是为你而名